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我们是能行的 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无论如何我们是能行的 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上帝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获得好的祝福啊 我们大家都期盼获得好的祝福 而谁使我们不好啊 正是祖上的魔鬼和我内心的撒旦希望我们不好 今天我们来一起战胜这一切吧 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难题 遇到难题了 这难题是什么 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会遇见试探 而赢了这试探那就是祝福了呀 我们大家的儿女去好的学校的时候 都是先通过考试 考上了再入学 而我们遇见试探了 我们为什么说这是个难题 做四季段悔改怎么还遇到难题了呢 这不是难题 是让你战胜这试探得祝福啊 如果我们说这试探太难了 那说明你就是假的了 这试探一点都不难呀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做了四季段悔改 主是和我们同在的 我们死后是来到哪里受审判呀 来到基督面前受审判 福利的后书五章十节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的人都应该领悟 我们死后是来到基督面前受审判的 这是多么可贵的应许啊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真是来对了 我们真是来对了 能来到这里真是祝福啊 真是来对了 我们大家真是来对了 没有比这更加可贵的了 万福的全员是谁 上帝是谁 上帝是我们大家的父 我们有时候在气内 我父亲去世的早 所以我辛苦了 而世上的父母 如果不做四季段悔改的话 只会给我们带来亏损 做了四季段悔改的父母 不会给我们亏损 而不做四季段悔改的话 给儿女们留下的都是灾难咒诅 那我们就要抱怨父母吗 不是啊 哪怕父母是一个色的柿子 给我们带来了灾难 而我们通过做四季段悔改 能使这个色柿子变成甜柿子 所以这信仰生活 是使我们的命运活着改变 使不行的人变形了 好的人变更好 比如说我们在做农作物 有一块田地 如果像礼拜堂这么大的田地 那我就能承担起这么大一块的祝福 如果我再使这个田地更变宽了 那就获得更大的祝福 使我的田地变宽 这就是做四季段悔改 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 或许大家在座的各位中 内心也不平安 但大家都明白我们 我们漱口的时候 我漱口水 我牙齿哪里有毛病 或者是牙齦有毛病的时候 漱口的时候会很疼 但是再怎么疼 我还得用药水漱口 这时候才不疼 才能抑制吧 我们在医院都知道 如果化农越浓了 但是我知道给你割掉 这个化农的地方是很疼的 但是一定要割掉 这里才能获得医治啊 上帝是最大的爱啊 我们人都喜欢爱 因为上帝是用爱 创造了我们大家的 如果我们真心的爱一个人的话 这个人真的是想用身来 用全身来报答你啊 我们都要 我们都期盼获得上帝的爱 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使我们获得什么呢 我们找一下格林德前书二章九节 我们今天要获得这祝福啊 夫妻之间关系不和睦的话 那还要多加训练了 爱多么好啊 无论是妻子爱你 还是丈夫爱你 还是身边的人爱你 没有比这个爱更庞大的了 我们大家性格或者有些奇怪 生活或许有些奇怪 但是当有人爱你的时候 你就立即能获得改变 那我们期盼谁的爱呢 夫妻之间应该要相互相爱的 就比如说夫妻就像一个左手跟右手一样 这是一体啊 马太福音十九章四到五节 夫妻不是两者 是一体啊 夫妻是一个 大家见过右手和左手相互打架吗 没有啊 一个身体为什么要打架呢 而我们呼喊暗门了 回到家里还夫妻争吵 那这就很奇怪了 左手打右手 整天左手力气大 没有说左手整天打右手的吧 夫妻之间不和睦 这说明还是没有悔改透 有一些罪留下了 我们找一下格林多前说二章九节 今天我们读了这圣经经文 这圣经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我们吃下饭的时候肚子才温饱 我们吃下饭了才健康 这是我的健康了 这上帝的话语我要食用下来 这才是好的 所以我们听讲道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嘛 《马太分》四章四节 上帝的话语正是我们的粮食了 我今天要食用这话语 我要获得这祝福 那我们就把这圣经经文写下来 贴在洗手间里 然后整天读 我们吃饭的时候 吃一次有一次的营养 那吃上的饭吃再多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些闹肚子了 而上帝的话语呢 无论男女老是 无论身患病者 还是健康的 都没有付作用 所以我们把上帝的话语 记录下来写下来 或者就是我们家 最需要得到改变的 把它记录下来 写下来 然后贴在家里 这基督里都是爱呀 就比如说 我希望我的丈夫爱我 那我把以弗所述五章二十八节 丈夫啊 你爱妻子才是爱自己 然后把这句经文写在家里 贴在墙上 那这时候丈夫能读 读了一次就能使用这话语了 读了 那使用一下这句话语 就有这个爱了 那丈夫们也可以写下 以弗所说五章二十二节 妻子们 你服侍丈夫要像服侍主一样 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依靠圣经经文吧 这时候如实为我们实践 和林德前说二章九节 这爱是最大呀 一开始 无论什么样的人 只要你有真实的爱的话 哪怕他一开始是误会你的 而最终还是会被融化掉 任何人都会被真爱融化掉 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主面前呀 因为主是想象以外的爱 想象以外的祝福 我们都期盼获得这祝福吧 和林德前说二章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如经上所记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阿们 阿们 我们有时候 好多事情不顺利 就开始抱怨父母 抱怨妻子 也抱怨丈夫 甚至也抱怨政治 抱怨学校 抱怨老师 而上帝是很精确的都教导我们了 无论你抱怨谁 抱怨父母 还是抱怨自己 说我毁了我的人生 我抱怨自己 无论你在抱怨你 还是抱怨父母 还是抱怨儿女 无论你在抱怨谁 凡是抱怨 这都是立即使你去死的呀 格林德前说十章十节 为什么说的这么严重呢 上帝说亲自使你至死啊 而上帝是永恒的呀 上帝是永恒的呀 上帝是永恒的 上帝的话也是如实实现的 所以来到上帝面前 就尽快地认罪吧 告白罪 这爱 这是爱上帝的时候 能获得如此庞大的祝福 爱上帝的时候 那么我们好些信徒 来到教会 说是爱上帝了 而还没获得这祝福呢 赶紧礼物 这爱根本就还不够 还欠缺呢 大家的希望是什么 我们的心愿现在是什么 是健康吗 还是希望越来越好 或者希望我的儿女更好呢 我们的心愿是什么 我们都期盼获得心愿 而我们的生活中却不爱上帝 所以总想败坏 我们找一下起书录三章十九节 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责罚 给我责备 为什么 为什么爱上帝 上帝却责备我呢 我受了上帝的责备的时候 如果获得了这责备 得到了祝福 那这是不断不断的祝福 而且把这个祝福留给儿女们 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阿们 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获得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的祝福 也获得心里未曾想象的祝福 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好的 我们都期盼获得这祝福 而为了获得这祝福 上帝是责备我们的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让我们做悔改祷告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难题了 这是给我祝福 还是莫说祝福 比如说 这是一个食品 你如果不吃你就死了 我吃了这个食品 我才能活 而这个食品越多的话 那能分给好多人 那么我们得到的祝福 也要这样啊 要我能多得祝福 才能给身边的人 多带来分享 而我们呢 不愿意获得这些祝福 我们的祝福 要持续不断 持续不断的祝福 是耶和华上帝 持续不断的给我们祝福 而耶和华上帝是永恒的 绝对不会消失的呀 启示录一章八节 耶和华是永恒的 耶和华上帝是永恒的 所以给我们祝福 也是永恒的祝福 我们很晚安能 今天都获得这祝福 所以这问题正是答案 这问题正是祝福 问题头疼的事 不叫问题 这都是祝福啊 大家都阿门嘛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只要你做四阶段悔改 一心一道 敬畏上帝的时候 使你越来越好 因为你眼前的祝福 不够你用 所以为的是让你越来越好啊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比如说我们耕田耕地 就有这礼拜堂这么大的话 那么 用了用尽了 就不够用了 所以旁边不好的地 那我还要去耕 又把旁边的地 变成玉土一样 那这时候耕田耕地了 就又得祝福了 所以我要开阔我的境界 得到祝福 而这开阔境界 正是通过做悔改祷告 通过眼前的一些难题 病痛的 或者是因灾难 或者是因魔鬼所负着 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爱我们 因为上帝爱我们呀 我们大家都期盼爱 正是因为上帝爱我们 无论大家身患病痛 还是经济问题 还是夫妻关系不和睦 还是我内心不平安 或者和儿女关系不和睦 就眼前辛苦受累的这一切 是通过什么来解决呀 你发热心 做悔改祷告吧 那你就更加热切地 做悔改祷告吧 所以让我们做悔改祷告 这是多么有福的声音呀 使我们的心愿 获得实现呀 做了悔改祷告 就是义人了 还是恶人呀 做了悔改祷告 就成了义人了 义人 义人的心愿是如实实现的 所以 我们遇见难题了 如果 在世上是没办法 没办法 经济问题 从这样了 就这样了 灾难咒诅 就成了这样了 而我们今天来到了上帝面前 是通过上帝的奥秘 比如说这个金库有密码 能开 那开了密码 像的话 金库里面有什么呀 金库里面都是财富 金库里面都是钞票 都是好的 只要有密码的 小孩子也能开这个金库了 这就是今天使我们获得祝福的呀 这问题是什么 出埃及义十四章十三十四节 这问题就是答案 这问题就是给我们的应许啊 所以无论你带来什么样的 不要担心 什么都不要担心 只做悔改祷告吧 只做悔改祷告 只做四节段悔改 上帝给爱他的人什么呢 我们因上帝的责备管教 所以在辛苦中 因病痛或者是经济问题 或者是精神上有点问题了 有各样的问题 或者跟谁关系不合目 这辛苦受累都是为什么 为的是让我做悔改祷告 做了悔改 做悔改祷告了 我会变洁净了 上帝正是因为爱我们 这世上的人都懂得这爱 都期盼这爱 获得了上帝的爱 是眼睛未曾见过的 耳朵未曾听见的祝福 我的罪如何获得赦免 如何获得 罪如何获得饶恕 是通过做四阶段悔改 所以我们要来做四阶段悔改 今天大家和我的命运 一定要获得改变呀 做什么呀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是我们的命运获得改变 我们找下以诗所书四章 三十二节 一切都是因为罪的问题 才不行的 谁给我们问题 是让我们做悔改祷告 给我们的问题呀 我的罪悔改了 罪获得饶恕 是上帝给我饶恕 我们读一下 以福所书四章三十二节 一二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阿们 上帝在哪里饶恕你呀 上帝是在哪里饶恕你们呢 只有在四阶段悔改里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在基督里使我们获得饶恕 我们韩国人来到美国 做洗衣店的很多 那洗衣店 洗衣服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水呀 没有四阶段悔改 再怎么做 最得不到洗净啊 这就是成了假的教会了 格罗西书二章八节 无论你带着哲学性 还是带着教育性 科学性 或者心理学性 你再怎么讲到 这一类讲道都成了假 都是假的讲道 格罗西书二章八节 我们传道 我们传什么呀 我们找下格罗西书四章三节 只有在基督里使我们的最后的饶恕 这个罪的饶恕多么的重要呢 所以我们出去传也要 只传如何获得罪的饶恕 传基督的奥秘 格罗西书四章三节 读一下一二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阿们 上帝让我们传什么呢 上帝只让我们传基督的奥秘 传基督的奥秘 这才是传道 这才是宣教 传基督的奥秘 是上帝的旨意 传基督的奥秘 是宣教 而当今美国有几个教会 传基督的奥秘呢 实在是太少了吧 上帝是让我们传什么呀 只传基督的奥秘 上帝和我们立下什么允许啊 把一切都给你 为你实现你的心愿 什么时候呢 只有在基督里 你的罪获得饶恕的时候 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悔改罪呢 我们找一下十篇一百零三篇三节 无论我们今天身患病痛了 身体上有病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罪 好些年长的信徒们 上帝并没有说你年长了 你就会身患病痛 大家知道 包装袋可能会褶了 但是里面是新品啊 克林多霍书四章十六节 我们来到主面前 这四季段悔改 使我们的罪获得饶恕 罪获得了饶恕就成了义人 义人的心愿是实现的 义人的儿孙是得福的 上帝是让我们获得这样的好的祝福啊 父母呢 就想为我们做一切 但是有局限性 而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是无限的 我们要获得这爱啊 上帝是多么的好啊 上帝为什么说 我爱你的话 我给你责备管教 我们来到主面前求饶恕 那如何来求饶恕呢 你的罪和祖上都过犯 每当你犯罪 你的祖上犯罪的时候 让我难过了 让上帝难过了 上帝可是给我们祝福的人 而我们 我们是给我们祝福的人 难过了 上帝告诉我们 一切的罪过 什么的罪 什么罪都能获得饶恕 罪获得饶恕了 使我们的病痛获得医治 我们读一下 十篇一百零三篇三节 一二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阿们 这是一切的罪孽啊 是先 有罪的饶恕 还是先医病啊 是先使你的罪获得饶恕 然后才医病 而我们一直都不认识 自己犯了什么罪 一直都不懂得 做悔改祷告 才使自己的病痛获得医治 我们一直都不领悟 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 比如说 我们夫妻之间 有讨厌的地方 这讨厌的地方 你悔改吧 这时候你的病痛获得医治 你的癌症获得医治 上帝会都一一的指教你 告诉你 夫妻之间 我看着最不顺眼 看着最讨厌的 你做悔改吧 那这时候 你还不得到医治吗 那你就再看别的 相互不喜欢的 或者不想做的 你做悔改吧 这时候能获得医治 就比如说 我们人的心 可能都不太一样 因为 按各自祖上的罪 都不同 有些人 听 比如说 哎 你这个贼 那有些人就不爱听这些话 那就说明 你的祖上 可能都当贼了 凡是关联 这个跟贼有关联的 都不爱听 而你越是不爱听 自己却就是跟贼一模一样的 很熟练当贼 就比如说 不知不觉中 我偷偷摸摸地 做些一些坏事 这都是从祖上流传来的 就我们俗话讲 辟者先知 谁先放屁了 然后自己先闻 然后自己还装作 自己没放屁一样 这就 就屁者先知 就我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坏事 我对这类坏事 特别的有反应 就比如说 说贼呀 我不爱听 那赶紧领悟 我就是个贼嘛 那要领悟我 我分明有这类的罪 我才不爱听这些话 比如说 我身边有个人 性格特别的误会 性格特别不好 那你要领悟 这个罪就是你呀 腓里比说二章四节 你今天因什么病痛 你今天因病痛 总是难过 煎熬吗 而你去医院也得不到解决 那这多难呀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这时候如何获得医治 上帝告诉我们了 你肯定在讨厌某个人 你肯定在想做一件事情 这正是祖上给你留下来的罪过呀 因这些罪使你得不到医治啊 无论你是艾滋病患者还是癌症 今天都能获得医治 立即都能获得医治啊 上帝是非常的爱着大家和我 生命节28章27 你自己犯了 我们犯了罪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祖上给我们流传什么样的罪 我们都不理解 不明白 而一位牧师做了四九段悔改的话 他拥有了上帝给他的谋略 他就什么都知道 我平洋牧师使癌症患者得医治 使贪子站起来 多做四九段悔改的人 就在亮处 在亮处的地方 就比如说显微镜 这个度数越大 我们肉眼 我们看不见细菌 但是显微镜五百以上 一千以上的度数的话 就什么都看清楚了 四阶段悔改 你多四阶段悔改 心里亮了 你就什么都看得见 什么都清楚 所以你找到 四阶段悔改的牧师来 牧师告诉你 你悔改这类的罪吧 结果你获得了医治 有一次在韩国 在昼夜礼拜的时候 一个母亲带着她摊子的儿子 来到我们教会 让她悔改有关钱的问题 经济问题的事情 结果孩子就站起来了 我能看得见 因什么罪过 是孩子辛苦 而大家呢 总不领悟 我们看见镜子 比如说看镜子 镜子里肯定能看得很清楚 镜子里照的 就是我该做悔改 祷告的地方 是我需要做悔改的 无论大家因癌症 还是什么样的病痛 在煎熬辛苦着 今天只做悔改 祷告把通过基督的血做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获得一切的医治 今天大家要获得这祝福 并不是问题 大家都阿门吗 所以这多么的好啊 诗篇103篇我们再读一遍 什么的罪 任何罪都能获得赦免 基督在写 医治一切的罪过 洗净一切的罪 我们读一下 一二 他奢免你一切的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阿门 我们身患病痛 我们就很煎熬 很难过 而为什么有病痛了 这都是因为罪的问题 这罪 上帝是饶恕我们的 约安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告白的时候 我们认罪 告白自己罪的时候 上帝饶恕我们 而我们却不领悟 不告白 方言祷告是什么呀 我犯了罪 我却不知道 不明白 主上犯什么罪 我们都不知道 不明白 而我身上有病了 主上三四代的罪给我 结果使我有病 而且得不到医治 我自己不明白 不领悟的时候 这方言的祷告 方言祷告是和上帝的秘密祷告 秘密对话 所以我们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总会有方言祷告 有方言祷告的时候 就是向上帝面前告白我自己的罪 我自己都没明白的罪 这时候上帝医治我的病 上帝饶恕我的罪 上帝医治我的病痛 我们今天要获得这祝福 我们今天是来获得这祝福的 我们大家都阿门嘛 这多么可贵呀 所以有病了 这不是问题呀 我们再找一下真言十三至二十一节 有罪的话会怎么办呀 有罪就有灾难跟着了 大家事也不顺 经济问题不顺利 儿女们也不顺 这一切 就结婚大事也没有着落 就总有问题 这都是因为灾难呀 为什么有灾难 这灾难都是因为有罪才有的灾难 祖上三四代的罪 在生自己的罪 我们今天获得这一致吧 大家都阿门嘛 我们读一下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一二 祸患追赶罪人 义人必得善报 阿门 我们有些人说 很有仁德之福 很有祝福 那祖上肯定是做好的事情 给你留下了芋土了 那那时候 那为什么 有些人做什么都不行 做什么都没有 就父母不做悔改的 儿女们就是很辛苦 就都在很粗糙的地面上了 每次做悔改祷告的话 就是犯罪 有罪的地方有什么跟着 有罪就有灾难跟着呀 所以总想做好的事情 但是总有 总遇到难题 总遇到灾难 总是不顺利 这很奇怪 这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们相亲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因你的罪的问题 你才得病了 这悔改 基督的血 任何的罪 使我们都获得赦免 而我们成了义人呢 只有好的 只有善报 儿女们也得祝福 我们人生 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任何人都是犯罪的呀 所以罗马书三章 十节告诉我们 没有义人 世上是没有义人的 所以谁都别指责谁 谁都不要辱骂谁 我犯了这个罪 所以我成了罪人 那么别人可能犯了别的罪 也成了罪人 比如说一个石头 我抱着石头 也是要 无论是石头 还是沙子都会沉底 就人都是罪人 所以都是罪人 就不是谁来辱骂谁的 这四阶段悔改的教会 是把对方的罪 当作我的罪 来做悔改祷告的 菲利比说二章四节 这镜子里看见的都是我的 就这样抵挡一切的灾难 罪如何获得赦免 如何获得饶恕呢 在基督里 上帝饶恕我们的罪 格罗西式一章二十七节 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的 是通过做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 为我们抵挡着一切的灾难 无论今天我们的问题 是钱的问题 还是夫妻关系的问题 还是工作的问题 这一切的灾难 凡是这一切的罪获得了赦免的话 这灾难也获得了 这灾难也没了 今天要获得这祝福啊 大家都安门吗 我们再找一下 生命纪二十一章十八节 最难的是什么 就是儿女们不听话的问题啊 儿女们不听话 儿女们操心 这时候真的很难 所以我们韩国人 有一句话说 别人家的孩子 你千万不能随便说 你随便说 结果你的孩子也成了这样 养育儿女的人 都没法相互指责神 因为耶和华主宰着这一切 耶和华是在基督里的 耶和华是居住在基督里的 所以我们要做四季段悔改 获得耶和华的帮助 无论我的健康问题 还是灾难的问题 只要做悔改祷告 一切都能为我们解决 而儿女们操心的事情 真的特别的煎熬 我们以为孩子不听话 可能孩子们再不听话 也会听妈妈的话 所以这丈夫们就容易 容易抱怨自己的妻子 怎么没好好养孩子 而不孝的孩子们呢 连妈妈的话也不听 圣明记二十一章十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 不听从父母的话 他们虽惩治他 他仍不听从 阿们 生命记二十一章十八节 就孩子们不听父母的话 妈妈的话也不听 爸爸的话也不听 而我们在世上以为 或许会听一些父母的话吧 爸爸的话也不听 妈妈的话也不听 那这样的孩子怎么办 在就业中 这样的孩子拉出去 用石头打死 因为孩子不听话 我们不爱听的时候 说明我正就处于这样的现状 我们听讲道的时候 有些我们不爱听 而上帝使用这牧师的话 这牧师讲的话 非得肯定是你不爱听的讲道 你不爱听的话 我不爱听的时候 就是我处于这现状 就不听父母话的人 是要用石头打死的 没办法医治了 往下读的话 都有相关的条例 这是上帝这样告诉我们的 就是不听从父母话的 真的是很误会呀 而这孩子为什么不听父母的话 非要成误会的人呢 我们以为我们尽孝了吗 不要再说谎了 父母非要彻底地做事 就要悔改 否则无法做孝子的 因为这都是你悖逆的罪 内心亡狗 父母犯了 因为父母犯了 犯了悖逆的罪 背叛了基督 这都是因为罪的问题 一期结束二章三四节 而这些罪上帝是饶恕我们的 背叛了基督 为什么背叛基督 儿女们就不听话呢 因为你背叛基督 你就是地狱呀 你背叛了基督 你任何罪都得不到赦免 所以你犯了悖逆罪 你背叛了基督 这时候儿女们就非得听话 为的是让你赶紧领悟过来 那么大家赶紧回改悖逆的罪吧 我们告白自己犯了悖逆的罪 求主饶恕我背叛了基督 我曾经厌烦了上帝的罪 都求饶恕 以赛亚说四十三章二十四节 背叛了基督 就是上帝难过 是上帝厌烦的 这些罪我都告白出来 都悔改 获得饶恕吧 无论是夫妻关系 还是我的人生 我们都期盼获得好 上帝告诉我们 你就信 那为什么我们要信呢 信的时候 这一切都为我们成就啊 而我们一直都不认识 这信心是什么 这信心是什么呀 信心是来自上帝的 上帝给我的礼物 以赴所说二章八节 信 我们自己无法信 唯独上帝给了我 这信心的礼物 我才能信上帝 夫妻关系不和睦 还是因 儿女们操心 夫妻关系不和睦 真言十九章十三节 有些儿女们不爱来做 四季端悔改的教会 也不爱做四季端悔改 这都是因什么问题 这都是因为你背叛了 你背叛了基督啊 所以儿女们不爱来 做四季端悔改的教会 有些信徒 五十岁的时候 才认识四季端悔改 才做四季端悔改 那儿女们非要到五十岁 才来做四季端悔改 那么我们大家要做悔改 之前没有认识 四季端悔改之前的这些罪 我们都要悔改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今天要是儿女 就孝子吧 所以今天我们悔改我们过错 悔改我曾经的过错 使儿女们做孝子吧 大家都阿门了 这个多么的可贵呀 这实在是太可贵了 上帝是公义的 我们的罪如果不做悔改 那么我的父母不做悔改 我的父母不做四季端悔改 我该怎么办呢 那你不要抱怨父母 你就做四季端悔改吧 这时候上帝是你做孝子 所以这一定是 永远都是我和上帝之间的问题 并不是责怪谁谁谁 责怪父母 责怪政治 责怪别人 不是的 这一切的问题的都是因为罪的问题 以赛亚是59章123节 上帝是要帮助我们的 而因你的罪 得不到这帮助我 而祖上的罪呢 抵挡一切的好啊 比如说我今天能毕业 能获得博士学位 就因为这个祖上的罪你却得不到 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五节 我们再找一下 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五节 今天我们的命运能获得改变呀 无论什么样的罪 别人的罪我当做我的罪来悔改吧 这时候你就得祝福啊 菲利米书二章四节 上帝是通过别人的行为 让你明白 你的祖上都犯了一些什么罪呀 我们夫妻之间关系 我们总是嫌弃对方 总是讨厌对方 就比如说 他做这个事我非不能饶恕 而上帝是希望 我们通过悔改对方的罪 抵挡着一切的灾难 使儿子们就有做孝子 使你的心愿活得实现 上帝是希望你的心愿实现 所以今天通过这次责备让你领悟过来 而我们却不懂得感恩感谢呀 所以又不合格了 今天我们都来合格吧 别人让我委屈了 别人让我委屈了 或者别人委屈我了 说一些难听的话 这都是为了让你做回该祷告 使你得救 你凡事谢恩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格林顿后书四章十五节 你都要阿门 我们告白吧 圆里米书五章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 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 阿门 我们大家祖上的过犯 比如说我们什么都万事俱备了 就差这么最后一步 结果因祖上的过犯 这就不行了 就一切都万事俱备 一切都好了 就比如说我们去餐厅 有饭 这餐饮要做好了呀 有餐饮才能卖得出去 但是就差这个餐饮 那比如说都签好合同了 这又吹了 这是为什么 这因祖上的过犯 祖上的过犯 让你转离一切的得福 祖上的罪 祖上的罪念使我们得不到这眼前的祝福 所以我们要回改祖上的罪 三四代祖上的罪 我们都要做回改祷告 我们要回改祖上的罪 首先要回改祖上的罪 这时候使我们遇见住 诗篇三十二天五到六节 因祖上的罪使我不行 还有我的罪也使我不行 我们找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有罪的时候就有魔鬼附着了 有罪为什么就不行呢 因为罪上有鬼附着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为的是把这个罪都 把这个魔鬼都赶走 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一二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阿们 我们心里发生了个罪 身体里的罪 还有内心故意不认识上帝的罪 这些罪都有魔鬼附着 有罪的地方就有魔鬼附着呀 好些人说 为什么我的性格这样 总被魔鬼牵着 这都是因为罪呀 祖上犯罪给你留下来的 祖上的罪就都是因为魔鬼呀 我们找一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有祖上的罪 内心带着祖上的魔鬼的话 这都无法领悟圣经啊 我们没有做悔改祷告的话 就把不好的 把灾难咒指留给儿女们了 所以医院里的医生们 都明白这一点了 从五年前开始 医院的医生就开始问 你父母因什么罪 你父母因什么病痛去世的 彼得千说一上十八件 因为有罪的地方就有鬼附着呀 那祖上把这些不好的留给儿女们 使你不领悟圣经啊 十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不领悟就如同灭亡的处来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三节 四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因为祖上的魔鬼 使我们无法领悟圣经啊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阿们 能领悟圣经吗 因为内心带着祖上的罪 内心带着祖上的恶魔 就把一切的祝福都 都推掉了 而且也无法领悟圣经啊 有些信徒就很气馁 为什么就差那么一步就不行了 这都是因为祖上的罪呀 因为罪上都有魔鬼附着 为什么我不领悟圣经 为什么我不领悟这四阶段悔改呢 这都是因为有鬼附着 而这四阶段悔改 这基督的血 是饶恕任何的罪 使我们在基督里都做新人 进入到基督里来 使我们做有福的人 做新人 彼得签出四章十四节 所以做四阶段悔改 这一切都能行 四阶段悔改 能赶走一切的恶魔 做四阶段悔改 魔鬼就离开了 折磨大家的魔鬼都离开了 折磨大家的祖上 魔鬼都离开了 我们大家辛苦受累 是因为祖上的魔鬼 有时候大家都在说 他像谁谁谁 他像某某某 怎么身体的体型啊 什么身体的病痛啊 怎么都像家里的某某某 家里的谁谁谁呢 我们都明白这点 我们却不懂得 如何做悔改祷告啊 这罪都有鬼附着 而做四阶段悔改的 这一切都能消除掉 所以今天 上帝是为我们能做到 这一切的 只要做四阶段悔改 这一切就能行啊 大家都阿门嘛 我们今天是要获得这祝福啊 大家要辛苦到什么时候 才肯感谢这喜乐的消息呢 有罪的地方有什么负责呀 具有魔鬼负责 魔鬼在折磨大家 谁的魔鬼 就祖上的罪 奶奶的罪 你没做悔改吧 那奶奶身上的这些病痛 你也留到你身上 那我们要悔改 祖上三四代的罪 奶奶爷爷的罪都要悔改 我们看着谁不喜欢 看着谁讨厌 我们还嫌弃 讨厌 不要这样 我们悔改 主啊 这正是我祖上的罪 感谢你让我看见了这些罪 按照菲利比说 二章四节 我们就悔改祷告 这时候病痛获得医治 魔鬼离开了 这时候 儿女们就尽孝了 大家都阿门嘛 今天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这里 为的是吃我们的最后的饶恕 为我们赶走一切恶魔 而上帝的儿子是谁呢 加兰太说三章十六节 我们找一下 唯独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四阶段悔改 只要做四阶段悔改啊 我们走向得福的道路吧 谁在折磨大家 今天都了结吧 儿女们不孝 儿女们都很煎熬 今天儿女们也都做孝子吧 哪怕父母不做悔改 你来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病痛获得医治 没有灾难了 只有祝福啊 正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有罪的地方有灾祸 而义人有善的报啊 义人有善报 这多好啊 我们要获得这祝福 加兰太说三章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所应许的 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 指着许多人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 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阿们 基督 四阶段悔改 这是上帝的儿子 是和上帝一起 上帝的儿子是谁 上帝的儿子是唯一的 是基督啊 是四阶段悔改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 我们再找一下 和上帝的儿子一起 使你的心愿获得实现呀 所以大家做四阶段悔改 心愿获得实现吧 并痛获得医治 抵挡一切的灾难 也去天国 使大家有晚年的祝福 夫妻关系更加和睦 这里 这里只有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最获得赦免 基督是唯一的上帝的儿子 为我们赶走一切的恶魔 就是和基督一起 和上帝的儿子一起 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 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阿们 上帝是要把一切 和他儿子一同给我们 就是我们在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这一切呀 为什么上帝说 这四阶段悔改是奥秘 让我们只传基督的奥秘 为什么这才是宣教呢 唯独一切是依靠基督 才能成型的呀 儿子 上帝的儿子 唯一是基督 那基督为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任何的罪 基督饶恕我们的罪 基督的写食 我们获得饶恕 格林顿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找一下格林顿后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大家要获得这祝福啊 这时候才一切都能行的 悔改少的时候觉得什么都是乏味的 你不做悔改吧 儿女们还不行啊 上帝的话也是比蜂蜜更加甘甜的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三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三节 而我们总不爱听上帝的道 怎么又来教会 这时候吧 你事情还是不顺利 在灾难中 儿女们也不孝啊 夫妻关系也不好 不爱听上帝的道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是什么样的 因为听了上帝的道 这一切都能获得医治啊 而反而自己却排斥这些 我们自己也回顾一下自己 有时候我们不爱来教会 今天这凌晨礼拜 我不爱来参加 那你不来的话就有灾难咒诅 这时候儿女们就不孝啊 这时候就有病痛了 家里也一塌糊涂啊 这事业也总有问题 总不行 越是不爱来的时候 献出生命 哪怕死就死了 也来主的面前 上帝的话 上帝的道是我的粮食 我要来食用我的粮食 然后这时候就会很开心 很轻松 真是来对了 真是来对了 来了才得救了 这才是好的 好些人都有这个体会吧 我们都希望获得这好的祝福吧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心里未曾想到的一切的祝福 而为什么得不到这祝福呢 我们找一些 以赛亚书58章一节 一切的祝福 大家得不到的原因 都是因为没有通过基督的血 没做四季的悔改 基督是做什么的 唯独基督的血 使我们的罪 获得饶恕 以赛亚书一章七节 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 上帝饶恕我们的罪 加拉特说三章十六节 唯独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以赛亚书58章一节 耶和华上帝让我们喊叫 让我们喊叫什么 喊叫你的祖上的罪和你的罪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要大声喊叫 不可止息 两几声来好像吹脚 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 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 阿们 无论你是去传道的 还是牧者 或者你是信徒 你们出去传 传什么 只传基督的奥秘 这罪是祖上的罪 祖上的过犯 祖上的罪使大家得不到祝福 祖上的罪使大家有病 使大家夫妻关系不和睦 祖上的罪使大家的儿女不孝了 今天要悔改都是祖上的罪啊 你今天要喊叫的是祖上的罪 第二节 回改祖上的罪 回改自己的罪的时候 你能来靠近上帝 第二节怎么告诉我们的 以色亚说五十八章二节 病重也是通过基督的血 使我们的罪获得饶恕 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 任何的罪都是通过基督的血 使我们的罪获得饶恕 只要基督到基督里来做悔改祷告吧 基督的 罪获得饶恕了 使我们 做义人 义人的心愿是实现的 大家和我都是通过基督 使我们的罪获得饶恕 以福所书四章三十二节 我们的最获得饶恕了 使我们做义人了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四章六节 义人是有幸福的 上帝给我们幸福啊 所以大家做四阶段悔改了 就立刻幸福 不幸福就成了假的呀 什么是四阶段悔改 四阶段悔改是使我们获得幸福的 信息是使我们拥有幸福的 好些人说 因为丈夫自己不幸福 这都是假的 谎言 我的罪告白了 这时候就幸福 有些人说 我的父母整天喝酒 吸毒 没关系 只要你做悔改祷告 你告白你的罪 你成了义人 上帝给你幸福 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四章六节一二 正如大卫称 那在行为以外 蒙上帝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阿们 就是 如果大家读到第九节 第九节的话 这就是一直做四阶段悔改 通过基督的写作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上帝给我们幸福啊 世上的一切给我们代不来幸福 这幸福是谁给我们的 唯独做了义人 上帝给你幸福 我们通过基督做四阶段悔改 首先是我内心拥有幸福 然后医治我的病痛啊 我的内心平安的时候 病痛获得医治 我平安的时候 一切灾难都离开了 我平安的时候 儿女们尽孝了 平安的时候 福其合一啊 所以在这世界是能行的 是立即能行的 我内心平安的时候 我头脑也变聪明了 上帝给我们的平安 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知识 使我们的头脑变聪明了 这一切都是基督 从基督 依靠基督开始的 让我们信 为什么让我们传基督的奥秘 四阶段悔改呢 为的是让大家都幸福啊 我们今天在这里 通过做四阶段悔改 获得幸福吧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祝愿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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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你的心为你实现 真言二十三章七节 你的心幸福吗 你幸福的时候 你的病痛获得医治 你幸福的时候 你儿女就好了 你幸福的时候 灾难也离开你了 心愿获得实现 这正是四阶段悔改的 大家都阿门吗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呀 我们只做四阶段悔改吧 这时候心愿获得实现呀 这时候拥有幸福啊 我们因什么幸福啊 因基督使我们拥有幸福 通过基督使我们有了这幸福啊 好些人说一个人待着 就孤独孤单吗 为什么我们大家总说不幸福 不要再有理由了 你做四阶段悔改吧 这时候上帝给你幸福啊 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信心 是使我们拥有幸福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这信心就是幸福啊 这信心就是幸福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实在是真好的 我父啊 我们一直不领悟这信心正是幸福 而这幸福是只给义人的 义人是要通过基督 义人是要通过基督的奥秘族 吸到悔改 使我们的最后的饶恕 最后的饶恕了 这时候并通过的意志 灾难离开 魔鬼也离开 通过最后的饶恕 使我们拥有幸福 使我们的儿女最孝子 最后的饶恕 使我们去天国呀 求主赐予我们这信心 我们通过告白自己的罪 获得了幸福 我们拥有信心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 按照我们的信心 如是为我们成就这一切 求主使我们不要丢弃主的话语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让我们立刻做悔改祷告 把一切的不幸改变成祝福 今天开始 我们通过做细节的悔改 在幸福中生活 使我们的家孙 越来越好 使我们为这个国家和民族 都做爱国者 使我们都做 基督的徒人 拯救人类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只会 上帝只会让我们更好 越来越好 我们确信上帝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